第1281集 不愧是神的后人 神所感悟的法则等 蕴含在他们血肉中一部分 楚风颇有感触 如果让他自己按部就班的去参舞 最起码还得要花费几年时间 才能适应这片不同于阴间的天地 同时他也越发的不安 小六道时光树太逆天了 跟其他艺术不太一样 这样剥夺规则碎片 秩序纹落等 简直像是作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楚风被通缉被追杀 但是没有神出来 因为都在养伤 跟深渊神兽大战过后 没有一个神是完好的 都险些运落 举世震惊 两位神子死去 号称巨带双胶 是武神与巫神选中的继承人 居然被一人格杀 而且还是来自天外世界的阴灵所为 楚风血战 简直是沐浴鲜血的修罗 一路杀过浩瀚荒原 让两大神奇的步众都胆寒了 没有人能拦住他的脚步 不过他见好就收 寻到小猪去 带着他立时跑路 担心神出来清算 他再次悄然赶往第一禁地 并且杠上了瘸腿石壶 破入应召领域后 楚风安心的在禁地中修行 这一次 他闯进当初困他十年左右的大草原深处 主动寻觅 开启草原中的可怕秘境 引出应召生物 甚至 有一次 他还杀进飞残秘境中 跟应召集飞残激战 时间匆匆 以黄也又过去了72年 这已经是楚风来这个世界的第一百个年头 七险将满 这一日 楚风对着石壶开口 前辈 我都快成神了 而你却已哭泣 既然救不了你 那我就将你葬下 入土为安 埋在尽土中 同时 也是为了借你天尊之身相助 我想将你置于九重天节 帮我镇压凶险 我去取一些造化 小王八蛋 你敢 石壶被惊得直接开口说话 寂静百年的石壶 这样一嗓子突然喊出声 让楚风直接一个亮枪 巴唧一声 将他给摔在地上 果断倒退出去 而小猪鹊 周身红艳艳巴掌长 原本站在这里 正在伤感 红宝石般的大眼中 亲着泪光 现在他受到惊吓 尖叫着扑愣着火红的鱼翅 翻落出去 停在远处那里 窃窃的 怕怕的 被惊得不轻 小兔崽子 你想摔死我呀 石壶气愤不已 敢知道 楚风刚才将他给搬起来了 还真要将他给扔到近地 伸出去不成 最为可气的是 最后居然直接将他给摔在了地上 楚风一脸严肃之色 前辈 你可知道 我又救了你一次 你欠了我一个天大的因果 他这是 典型的恶人先告状 简拼命揽弓 楚风告诉缺腿天尊 如果不是自己唤醒他 石壶此生将长几 再也醒不过来 已经算是死到冰冷了 石壶 如果不是成为一尊雕像 很想邪逆着眼睛看他 然后 再给他一壶力爪子 让他明白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小猪雀 大眼带着泪花又哭又笑 前辈 幸亏春风把你唤醒 你已经击灭百年 我们都以为你做话了 石壶如果有血肉 肯定会面皮抽搐 还幸亏那小子 这完全是被他气醒过来的 好不好 他还想说 自己压根就没死 一直活着 只是不想搭理楚风 在休眠中 节省精气神 没有想到啊 你这小王八糕子心黑手了 居然想对我下毒手 要把我扔进锦地最深处 他斥责楚风 楚风顿时笑了 他一直怀疑 这老家伙没有死 毕竟是来自阳间的一位天尊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陨落呢 而且 他就是死 估计也要闹出巨大动静 凭这头石壶的性格 多半不会窝囊而亡 看他平日的样子 一直很不甘心 怎么可能一个人默默的作画呢 总的来说 缺腿天尊看着还算厚道 但是骨髓中肯定有许多坏耍 还没有冒出来呢 亲爱 搭把手吧 去那近地中 帮我们取几桩造化 楚风开口 请他相助 我要是能出手 还会身材与石化吗 谁愿意待在这一片 没有希望的世界呢 缺腿天尊 摇头叹气 一句话 帮不上忙 不用您出手 我经言长欲 如今步入盛世巅峰层次 我都快触摸到神石领域了 经过我于百年 孤寂寂寞中的思索 终于研究出一种方法 但却是需要人配合 如今看来 您这不朽的天尊之体最合适 堵在近地某一关节点上 帮我们当杀戒 别说了 石狐一脸阴沉之色 这是拿他当麻袋了 堵能量大坝上的缺口 迎击滔天秩序 洪水的冲击 你 你这是同意了 楚风一副献殷勤的样子 一边去 看到你就眼黑 缺腿天尊拒绝 死活不同意 直接说了一些可怕的事 阴间的近地中 又不是没死过天尊 他亲眼看到过 您这么大的本事 就给我当成盾牌 挡十几次杀劫就足够了 保证您自身无恙 缺腿天尊虽然实话了 但是明显看到 那张脸发黑 当一次还不行 还要十几次 他想吐楚风一脸 金莲花口水 看他脸黑 楚风又进一步说道 我做过实验 曾经捡到半截神奇短刀 在您身上划了四五十刀 您愣是没反应 都没苏醒过来 身上连划痕都没有 我 我排死你 石狐剧烈晃动 恨不得飞升而起 给他一巴掌 这个王八膏子 居然在他身上动刀 我没有恶意啊 只是检测一下 您这天尊之体 到底有多结意啊 事实证明 在您身上剁了二十八刀 都没事 证明 您体质无双 肯定能够胜任 帮我们挡住 禁地中的几次杀截 楚风磨叽 告诉石狐 他用场域手段测算过了 挡过那几次杀截 就能拿到禁地中的 一些好东西 都是大造化 老虎灭了你 石狐哐当一声 周身发出微弱的光 翻滚过来 向着楚风撞去 同时 他满脸都是黑色石斑纹 想将我当肉钝 还说我脸皮结实 你这是讽刺本天尊吗 最终 楚风请人失败 在他一而再的澄清下 石狐爱搭不理的指点他 给了他一番建议 若是能进神境 还是有希望的 不然根本别想进 锦地九重天中 楚风叹气 默默转过身去修炼 距离百年时间节点 还有八个月的时间 光阴真的补不足了 想成神最有效的捷径 就是获得禁地中的神河 可惜 这条路走不通 还得要靠他自己 他恰在硬找 巅峰有些年头了 就像当年冲进圣集 大圆满班 距离破关 就差一层窗户纸 可是却始终无法突破进去 这些年 他在禁地中杀的 硬找生物不算少 吸收的神性颗粒 足够多了 你太急于求成 欲速则不达 越想突破 那冥冥中的秩序 越是压制你 自身动弹不得 无法领悟成神最后一步 石狐指点 这一次楚风安静了 认真聆听 一副虚心请教的样子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了 石狐没有说成神之法 压根就没有讲道的欲望 前辈 你这是在消遣我啊 楚风鄙视他 历代天尊 古老时代前的大能 从未听说过 突破境界时需要指点 宁可自身 卡在某个层次漫长时光 也不会放弃 自身舞蹈的契机 那是机缘 那是在于天正 夺天地中的造化碎片 你甘愿放弃吗 楚风叹气 他现在只是想成神 自身体内积淀了不少灰色雾碍 而且是野鹿子出身 他压根就没有想借此身 傲视天下 现阶段 无需完美 我现在只是为了成神 提升战力 时间真的不多了 这样急功近利不好 不要被仇恨 蒙蔽你的双眼 自回前程 靴腿天尊 郑重的劝处风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